PC省议会新会期已经截开 新民主党省政府公布了执政之后的首份施政报告 当中列出多项施政优先的项目 包括限制企业同工会向政党捐款 和改革选举制度等等 另外在财政预算案中 省府会增加探税 提升高收入人士的入职税等 并且在明年起降低医疗保费 连串的措施会怎么样影响省民 市市平台星期日晚8点30分和大家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